日本人眼中的中国人是怎么样的 最近中日关系总是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 今天我就来和大家聊一聊 在很多日本人眼中 中国人到底是怎么样的 我花了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做了差不多有1000多份问卷调查 然后总结出来了以下的12点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听一下 第一点酒文化太厉害了 那为什么这样说呢 他们说和中国人喝酒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要喝醉 所以讲日本人就不理解 为什么吃饭的时候喝点酒 那是调解一下情绪呀 为什么一定要拼酒呢 多伤身体 第二点吃饭太奢侈了 在外面吃饭的时候 刚刚开始就点一大桌子的菜 不怕吃不完吗 为什么不能吃一点点一点呢 这个日本人很不理解 然后第三 好奇心太旺盛了 比如说街上一旦发生了什么纠纷 马上就会有很多人去围观 尽管他们很多人连发生什么事情都不知道 第四点 中国人非常爱旅游 为什么日本人会这样认为呢 因为他们看他们自己的电视节目 一到了节假日 中国的旅游景点总是人满为放 人山人海 特别是高速公路 一堵都可以堵好几天 这个日本人真的是非常的吃惊 然后第五点呢 面子最重要 他们感觉哈 中国是一个面子至上的国家 不管是中国的外交政策 还是从中国人的个体来看 都是这样的 特别重视自己的面子 似乎总是坚持自己都是对的 第六 时间观念不强 经常不太遵守 时间约好的事情经常会变来变去 第七 中国人都很大方 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认为呢 因为每次吃完饭 中国人都会抢着买当 因为日本是一个A字的国家 所以就给他们一个感觉 中国人都非常的大方 第八 很重感情 不管是对父母还是朋友 中国人都非常重视和珍惜 这一段亲情跟友情 特别是在你有困难的时候 他们都会及时伸出援手 接近可能的帮助你 非常的热情 第九 中国人都很努力 不管男女 这是一个在工厂工作的日本人说的 他说他们工厂里面 原来有很多中国人在里面打工 工作都非常的努力 而且一到节假日 日本人都不想加班 全部都是中国人留下来加班 所以他觉得中国人都是非常努力的 然后第十呢 就是很多中国年轻人 结婚以后都跟父母住在一起 这个日本人非常的惊讶 他们觉得 为什么结婚了以后 还要跟父母住在一起呢 在日本这个是非常非常少的 第十一 说话的声音非常的大声 经常听到两个中国人在聊天 说话的声音都非常的大 如果光听声音的话 都以为他们在吵架 然后第十二 很喜欢当光和非常喜欢挣钱 听到这边我真的是笑了 就是因为嘛 这中国跟日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情 我们中国在现在以及未来的一段时间内 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人们都想要过更好的生活 并且挣更多的钱 所以向上的意识啊 也特别的强劲 我身边很多中国留学生的学习镜头啊 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这种勤奋向上的精神 我认为啊 与曾经泡沫时代的日本相比 也是毫不逊色的 总结一下啊 其实不管是哪个国家 都有自己的分属习惯 可能有一些 在自己国内看来 是很正常的一个习惯 外国人看来 就完全不能理解 我以上说的十二点呢 其实也就是供大家乐一乐 这就是日本人看我们中国 有一些不可思议的地方 大家就当闲谈 随便听听 那好吧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 大家一定不要忘记 给我点个赞哦 如果有想了解日本的朋友 一定要关注我 我一定有问必答 我们下期再见